為了讓寵物四族能帶著毛小孩 一起出門旅遊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台東分台 以及背出會共同舉辦雙十一不孤單 悲難組的毛朋友來陪伴旅遊活動 希望透過部落小旅行 讓遊客帶著寵物一起進入部落 認識文化 在很多的原民部落裡面 他們除了去發展著特色的文化遊程 然後也把寵物旅遊這個觀念 也把它結合進來 那也希望透過三個方式 把這個觀念帶著 很多很多的一些聽眾朋友 寵物部落旅遊行程 除了規劃部落文化導覽 以及部落公益師製作寵物飾品 還特別邀請專業訓犬師到場進行教學 教導四族如何正確的 與毛小孩相處 具有文化及生命教育的旅遊行程 也讓每位參與的遊客 感到相當滿意 活動還蠻好的 就是大家其他人也不介意 我們狗可能在期間會廢家 或是兇人之類的 對 就覺得大家都還蠻貼心的這樣 各個部落其實都有很多 就是草坪或者是寬廣的地方 友善的空間跟環境 可以透過遊程讓很多一般的民眾 或者是對原住民部落社區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這邊來 主任表示台灣飼養寵物的家庭越來越多 希望活動能傳達正確的寵物飼養觀念 也透過遊程開拓另類的部落旅遊商機 原室新聞門飼養加特利班台東市 才能報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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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